《大多倫多》 中華文化中心 《大多倫多》 中華文化中心 歡迎各位 今天來到 《大多倫多》 中華文化中心 參與我們這個大師班 今天我們很榮幸 就是請到 由香港特別來到 《多倫多》 今晚將會為我們表演的 《香港中樂團》 藝術總監兼 首席指揮 嚴慧昌先生 為我們做今天的大師班 首先 這段時間我亦都想介紹 就是我們 香港中樂團的總監 前總監 也都當然 有我們 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 蘇席梁先生 當然也都不少就是我們的助理處長 蕭映仁先生 好 各位嘉賓 各位朋友 很高興在 在這個地方 多倫多給大家的分享 這樣一個 跟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講一個不對的地方呢 請各位專家朋友 我的題目是 傳統與現在的對話 音樂傳統的 推變 從中國傳統樂隊與現在 大型中樂團的比較 來看 中國傳統企業文化的傳承域 推變 我這是以香港中樂團來為例 根據中國 著名的音樂學家 我上面的這個 傳統是一條長流不息的大河 是 黃祥鴻教授 他的很重要的一句話 我們平常 香港中樂團是一個大型的樂團 他呢 是建築中國傳統樂隊 但是呢 是 現代人 建築傳統樂隊 是在傳統 1900年以前 沒有發生過的 那麼我們現在呢 簡述其中的傳承和一些變化 在1900年前呢 中國的歷代的傳統樂隊呢 我們把它分成 十類 第一類呢 就是宮群樂隊 第二類呢 就是鑼鼓樂隊 我想 因為每一個要講起來都會很長 所以我只是把名 基本上的名稱念出來就是了 像宮群樂隊呢 就是 歷代的宮群樂隊都是不一樣的 而且是編織非常非常龐大的 隨著這個朝代的 不斷的更換更迭 所以呢 好多的這個宮群樂呢 就隨著這個宮群的滅亡 也就流失掉了 現在這個 我們能出現的 或者聽到一些部分 都是出土的一些樂器 然後根據一些文獻 來把它重新再現出來的 第二類是鑼鼓樂隊 第三類是民間的吹打樂隊 這個吹打樂隊和鑼鼓樂隊是不同的 所以鑼鼓樂隊就叫青鑼鼓 第四類呢 就是民間的吃足樂隊 第五類呢 是懸騷樂隊 六呢 是民間的戲曲樂隊 在中國呢 有數百種的戲曲 它分這個文場和武場 所以呢 這個戲曲樂隊是很多的一個 團團樂隊的形式 第七類呢 就是民間的曲藝樂隊 第八類呢 是宗教樂隊 第八次朋友 而 Guardians 那些解情 首opt 一樣 敵文放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